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 你这几生累世都没这个缘 你的八十中没这个东西 你一听就反感 反感的人是不是就没有佛缘 有 要慢慢寻陶 把他更前世 更久远的过去世的东西给激活 当年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人要去找佛陀求佛法 当时他五把大阿罗汉在外面 经常随行中有五百阿罗汉两千菩萨 记住菩萨都是在家局势修成的 阿罗汉都是出家的圣众修成的 出家僧修成的 所以这五百大阿罗汉就阻止这个人去见佛 因为五百大阿罗汉可以看一个人的五百世 就是今生 过去生 前世 五百世看下去 这个人跟佛没有缘 结果是最后他们请来菩萨看 菩萨能看一千世 比阿罗汉多一倍 看了一千世 说这个人还是跟佛没有缘 所以这一千世 每一生都跟佛没结缘 所以他应该是这一生没希望 但是这个释迦牟尼在里面听着 大家外面吵吵闹闹的 然后就问身边的人说 外面怎么回事 然后这个侍者就说 他们阿罗汉看了 这个人跟你没缘 菩萨看了也没缘 释迦牟尼佛说 叫他进来 结果这个人进来拜佛以后 佛跟他讲了法 他当时就证过了 当时就证阿罗汉果了 就成了 这个阿罗汉们跟菩萨们就不解 说佛啊 这个人跟你都没缘 他怎么会成佛 释迦牟尼就跟他说 这个人在九远节以前 超过一千世以前有一世 他是个砍柴的 山山砍柴的时候遇到个老虎 遇到老虎 这个老虎就追着屁股追他 他就爬树 爬树这个老虎还不饶他 就在树下面撞着个树 要把那个树掩盖着就撞倒了 然后这个人急了 说 哎呀妈佛啊 就是意思 哎呀妈佛啊救我 喊了一声佛 就这么一点缘 你看这一声成书了 就成佛了 你才知道 大家你们今天来听佛教 这个缘分可不一般 所以要珍惜 人这辈子你要干什么 你想明白 你来要干什么 人来到这个世间都有一件事 这件事很简单 就是成佛 因为只有成佛才纠结 成佛你才能可以帮助救众生 所以我们真正学佛的人 我们是第一自私的人 正因为我们自私 所以我们才去寻找解脱的路 我们怕六道轮回 什么人会怕 像你们这些人不敢杀人 不敢放火的人 实际上你们上辈子 你知道从哪来的吗 都从地狱来的 为什么 那个印记还在 知道那个坐牢的滋味不好受 火割烧你 刀割你的时候 说五百阿罗汉他最后挣过钱 他经历自己的前世 挣过看地狱的景象 浑身出的血 出的汗都是血的 都是汗水不是汗水 是流血的 汗血 为什么 吓的 我这辈子好不容易成了阿罗汉了 好在我成阿罗汉了 你看我在地狱里受这个苦 当时那个痛苦多么受煎熬 但是阿罗汉他只明心 没见性 我们法法生叫明心见性是两个次第 他想度众生 他没有方便的技巧 因为见性了你就可以心造万物了 心生万法了 它是这样的一个高超的一个 用你的如来性光可以画很多东西出来了 就是心想事成 心想什么它就变现出来了 本尊相应法就是这样的一部大法 就是如何在前面帮助你明昔 要把宝月轮修出来 把明光修出来 修了明光以后 用这个光画佛 叫光中画佛无数叶 画菩萨众亦无边 这是阿弥陀经前面的 阿弥陀佛暂的里面的两句话 我们的菩萨是光中画出来的 他们是达到纯光 没有染的状态的纯光画线 这个就是佛菩萨的来源 所有诸佛菩萨都是永恒的光 永恒的充充满满的生命光 所以阿弥陀他不是不想度众生 他也着急 但是他没有见性 他不会用这个光 他只是明了心 明了心自己就可以出六道了 然后他没见性就不能帮别人 就不能用这个光去帮助别人明白起来 帮助别人神明起来 神灵起来 他达不到这个水平 没这个技术 大家为什么要求菩萨道 求佛道 求菩萨道 佛道是最后有这个能力 心造万法 心生万法去度众生 否则你没这个能力 做阿弥陀佛你没这个能力 我们这十五甲 就希望利用这宝贵的你们的十五个三个小时 力争 让你达到一点明心跟见性的 这么一个实证的结果 实际难吗 真的不难 见性就是见光 明心就是要有自己的宝月轮 清凉的 就是像这个雪光一样 又清凉 又不要眼的光 圆成一个像水晶透明的这么一团圆光 这个要震出来 这个叫明月 叫宝月轮 就是要有这样晶透亮的光 在这个地方凝聚起来 这个叫止观法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聚起来以后 你的心肝脾肾肺的五彩光 都会在这中间显现出来 这个就叫见性 最后五彩光又化成透明光 这个就叫性光纯正 就没有染色了 纯正的透明光了 那就见性了 有了这个光之后 你就可以用这个光 化生所有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佛性 这个就叫心造万物 性造万物 所以在《愣言经》中他告诉我们 如来性啊 它性空 它本身是空性的 它里面有真火 性空它可以化成真火 性空它也可以化成真水 所以地 水 火 风 空 金木 水 火 土 天地 万物 都是由这五大元素做成的 它都是从如来性光中化成的 这部法在佛法中 它在密法中 它是这样描述的 它说大日如来 就是圆圆的 像太阳一样的 这个如来性 它叫大日如来 首先它有原相 透明 泛光 这就是大日如来的本体 这个本体大日如来化成了五方佛 五方佛是东西南北中 总共化成了五方佛 这五方佛它带有五个颜色 什么颜色呢 那就是一个是青色的 绿色的 一个是白色的 一个是红色 一个是黄色 一个是紫黑色 或者叫蓝黑色 紫蓝色都可以 在藏传佛教它就用了宝蓝色 那这个代表着什么 地水火封空 代表着金木水火土 五方佛在用它们的光化成了万物 化成了万物 这在我们华族文化中是这样描述的 它说是大自然 最大的就是自然 自然化成了五行 五行是金木水火土 青色青光 红色红光 白色白光 黄色黄光 紫色紫光 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的光 由这五种元素再化成了万物 万物都是五行生成的 所以是跟佛法的描述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的释迦牟尼创造的 不是创造的 描述的佛法 因为他说他不是他说的 因为古佛也是这样说 未来的佛来到人间也是这样说的 所以他是这样的科学的描述了宇宙的生成 万物的创造 不是一个神创造了万物 是万物都是他的自性 成就了五行凝聚在他的自体里面 自性里面成就了你的肉身 成就了你的精神 成就了你的思想 所以大家要重视学佛 要从科学的角度去学 我们刚才讲到的颅脑腔的脑电波要静 要把宝月轮的光要修成在这儿有一个宝月轮的光 然后要入到颅脑腔正中 这个就是母光明 因为这是你的发生光明 这是你的如来性光 你的如来性光跟宇宙母体的如来性光是同一光明 所以它叫母光明 然后把这个母光明入到你的颅脑腔正中的时候 左脑的脑电波进去了 母子光明会 右脑的脑电波进去了 母子光明会 然后你大脑瞬间清凉 然后禁定 然后不放电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才叫聪明 什么聪明 就是有了它以后 你耳聪慕明 这个叫聪明 耳聪慕明就是我们把前面的眼屎 给耳聪转成了成所坐置 这个时候你看东西都有透视眼 都把背面的东西都可以看到 耳听连天人的声音都可以听到 这个叫观听 观见 观见是用眼去看 观听是用耳去听 但是里面都有一个透明的月轮观 用这个观来控制住自己的大脑部异常放电 静定的状态下去看 去听 去想 这个时候你的第七意识就转了 转成平等性智 第八意识就转成大圆镜智 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 前五时转成成所坐智 这中央的母体的光就叫法界体性智 所以你五方五智就成就了 你的智慧打开 这就是颅脑腔的静定 那你还有个心电波挺不下来 你的心在不停地跳动 跳动它就有心电波 心电如何使它停下来呢 心电停下来 你死的时候就不跳了 不要着急 但是为什么要活着念盘 活着念盘就是没死你要让它不跳 心定才能叫心定 气才能够闲 我们的神才能灵 怎么办呢 你把明月轮透明的光 从颅脑腔正中要放到心肩 放到胸腔这个地方 放到胸腔心肩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是母光来了 子光 心电 电就是光 我们电灯 电灯是有电它就放出光来 你的心电里面有光 光见到了自己的母亲 母光明 然后它也不动了 它回归了 这个时候你的心就是什么 心跳 就外面测不到了 但是它还在跳 外面没波了 它进去了 它的波收到母光明里面 有的人说入身定之后 心脏不跳是胡说八道 是测不到心跳 这个很重要 心脏它不跳人就死了 你不蹦血了 你看见没有 是心脏在跳测不到心电波 为什么测不到心电波 母光进去了 母光进去这么一个性光 宝月轮进去以后带着光进去了 不是空的一个月轮 是真光的月轮进去了 哗啦到心中以后 心电一映 心定了 心定了 测心电波 没有 心脏跳不跳 跳 不跳人一定是死的 没有说心不跳了 人还活着 没有这回事 所以大家要注意到入身定的时候 测不到心跳 不是没有心跳 是定了 心定了 回归母光明的 在我们修炼中 我们都有这个体验 你在静的时候 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 人静夜深 不是闹鬼 不要说人静夜深 咚咚咚就是闹鬼 你这个时候是听到自己的心在跳 咚咚咚咚咚 这是个心跳 心跳的咚咚声 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好像自己的脉波没了 越沉越定的时候脉波越没了 但是心还在跳 等一下就听不到震颤了 咚咚的声音越来越小 最后没有声了 没有声了 是那个波没了 声波没了 它哪里去了 它被你的母光明 你的发身 这个大人如来吸进去了 大家知道黑洞 光都逃不出来 你这个不是黑洞 你这个叫明洞 这个透明的 强有力的洞 它进去一样 所有的光都逃不出来 所有的波都逃不出来 都被它吸住了 所以这个时候心定了 这个叫定 前面这个叫慧 中间这个叫定 什么叫入身定 心脏跳动 没有脉波 这个叫真正的入定了 待在见了 那边 Kaso的一点 没有收起来 Environmental